扶正起来 真还能干 做up主一年多啊 没见过李静磊这种嫂子 回应的速度比新闻报道还快 我这头正看着各路人马的回应做分析呢 那边理解已经逐一回应了 还付带撒点新料 你把我们up主的工作都做完了 我们还做啥呀 咱们书接上回啊 继我上一个视频后呢 发生了徐若轩澄清 并且喊话王力宏出来回应 不要因为个人的私事 殃及有人 两岸狗仔梦幻联动 卓伟和葛思琪都发文表示 当年辛辛苦苦追王力宏找chicken的新闻 顶住压力发布后被骂惨 今日终于血齿 纷纷感激李静磊 周杰伦半夜不睡觉 在ins上发 看了睡帘会想睡吗 又喊话网友 睡不着可以去看他的综艺周游记 王力宏回台在机场备拍 大方打招呼 更与记者互拍 不愧是20多年的优质老idol啊 不过呢 网友们没有等到王力宏的回应 倒是先等来了王力宏他爸的回应 是没嘴吗 咋爹 45岁的好大儿 推80岁的老爹出来挡枪啊 给大家念念这回应啊 王爹表示 最遗憾的是发生在2013年 接到力宏的电话 他和一个女子在一起 当时是月事后一周 两周之后呢 他告诉了力宏怀了他的孩子 起初他说不用担心 会自己带孩子 但很快又改口说 如果不结婚 会爆料摧毁力宏的事业 正常男女有了孩子 不该结婚吗 合着你们家就是不想负责呗 当时家里大部分人 认为这种威胁不能接受 我是唯一赞成结婚的 哇好棒棒哦 真是个新世纪 通情达理的好爸爸 结果竟成我一生遗憾 接下来是七年痛苦 近两年地狱式的生活 这个婚姻从头就是千创百孔 嗯儿子痛苦 儿子崩溃 大儿子 积积邦应 五年暴洒 力宏劳心劳力弥补 每天花几小时和孩子同在 在外地也上网和孩子互动 每天排孩子 不是父亲该做的 这也好拿来说 离婚程序近两年 女方有数亿台币的要求 生活费 两名费用 一名保姆和一名专用司机 再嫁孩子的生活费教育费 这个都不用我吐槽了 一会理解亲自捶 最后他强调一下 力宏没有出轨之事 几个小时后 早七点 力宜起床了 啪哑的来了一篇 千字常问回应 首先指出啊 王力宏一边跟媒体朋友说 敬蕾是孩子的妈妈 不会说任何伤害她的话 嗯嗯 还搁着猎人设呢 一边呢 把80岁的老爹推上风口浪尖 李静蕾更指出滑点 王爸爸如果没有你的指导 如何联系媒体发信件呢 李静蕾随后放出 事发后王力宏发给自己的信息 给你五家房子 你去跟媒体说 你的爆料都是无稽之谈 你只是太沮丧了 所以头脑混乱 这套房产我查了一下 股价可能在人民币 六千万到一亿左右 接着李静蕾说 到了现在还没有回过之心 自私的觉得 我的名声和未来不重要 你的才重要 躲在亲友后面 恶意重伤我 王爸爸的这封信 也坐实了李静蕾之前描述的 他被王家人联手霸凌的情况 更侧面反映了李静蕾之前说的 只要一出事呢 他就推别人出来挡刀 自己想独占其身 李静蕾还说 自己和王力宏是有共识的 以结婚为前提交往 他很着急要孩子 交往期间呢 没有避孕措施 作为37岁的成年人 如果不想怀孕 绝对会做好避孕 李静蕾怀孕后呢 告诉王力宏 他刚开始很高兴 结果跟父母说完后 就让他堕胎 或者去母留子 读到这里啊 我感觉王爸关于这段的描述 应该是王力宏一两头片的结果 由于父母不满意 这个怀孕的对象 王力宏呢 就假称女方邪子威胁 随后李静蕾另起一段 跟大家说了离婚协议的事 他提到确实要求保留 一名费用保姆还有司机 因为父母虽然离婚 还是希望孩子能保持 相当的生活质量 这点确实无可厚非吧 一个大明星 不可能离婚后三个孩子 都让李静蕾自己带吧 还强调呢 自己没有要赡养费 他原本要求共同生活的房产 留给他跟孩子 但王力宏拒绝了 只说可以借住 之后要还给他 而根据王力宏几个小时后 自己发出来的博文 这个房子给李静蕾住到什么时候呢 2018年第三段 李静蕾说到王爸爸说 两个人的婚姻都是痛苦 也是扯淡 观点的跟我上面相同 如果一点恩爱都没有 哪里来的三胎啊 再者王力宏这么多年 跟李静蕾修过多少恩爱 如果真的如王爸爸所说 那你就是对着十几亿观众 实施诈骗行为咯 为了维护公众形象 谋取利益 不惜与行婚妻子演戏 第四段 李宏每天几个小时和孩子同住 也是谎言 只会在睡前五到十分钟 跟孩子视讯 或见面说晚安 周末偶尔出现 圣诞三年不在 生日也经常缺席 嗯真是好爹啊 每天都云出人生宝贵的几分钟 来给孩子 第六段 告诉王爸爸 他出轨嫖娼 也不会告诉你的 不要替你儿子打包票啦 最后呢 让王力宏三点钱道歉 网友们纷纷挑好闹钟 等待李宏道歉 同时心里又默默祈祷 他千万别道歉 当大家还在苦苦 等待王力宏的回应的时候 我们却等来了 掰兔团圆 优米本人的亲自回应 再次证实了王 就是个怂包 优米说 没有介入他俩的婚姻 根据李经蕾的透露呢 他俩的婚姻危机 从19年演唱会后开始 而他在19年时 没有王的微信 因为在此之前 两人已经互删好友 这短短一段 信息量之大啊 首先 优米强调 没有介入的是婚姻 而不敢说自己 没有介入他俩 再者 强调19年 王力二人婚姻危机 还特别说到了 19年时 他没有王力宏的微信 那么19年后呢 也就是说 结婚前和婚姻危机后 随后呢 他又说 跟王力宏 2012年正式交往 而且根据他的认知 李经蕾是 2013年10月份 才开始跟王交往的 且放出了 一串2013年 和王力宏的微信聊天图 很多网友表示啊 一经删除的好友 哪里来那么多聊天记录啊 还提到 2013年那回 没有自动翻译功能 对此 有些网友说 确实有过删除好友 还能搜索到 聊天记录的情况 针对这个不是很重要的点 我们就不多做评价了 反正呢 可以看出 2013年 王力宏和优米 还是打得火热 10月9号 还在聊女生的大姨妈 王力宏还喊 优米是性感甜心 还有这里的 XOXO 就是轻轻抱抱的意思 不是优米妹妹啊 李静蕾跟王力宏 第一胎是 2014年7月10日生的 10月怀胎倒退一下 2013年9月就怀孕了 怀孕前人家不得恋爱 不得需要一段时间造人啊 你自己想想 10月份开始交往合不合理 算了 咱们那个权当 王骗了优米啊 接着往下看 10月16日 王说自己遇见了一个人 开始约会了 优米说 我听说了 然后优米就恭喜他 还把王的东西呢 送到了管理员那里 还一个王 哇的个老天爷 咱们套路少一点 第一段上来直接写炮友 咱还敬你是个坦诚人 第三段 不忘整点女权 说自己没蹭热度 不抗男人 自己早早扛起了生计 嗯 女权是块砖 哪里需要往哪搬 算了 不为难你这个女子了 加油 改正 奋斗 人生或许还有转机 然后呢 他提到硬死的合照 称不是2015年照的 是2013年照的 2015年才PO上网 是因为要气当时的男友 结果台湾网友来提报 优米啊 你2013年可不长照片里那样啊 不过呢 我去找了一下 白兔2013年的MV 啊 他确实是长那样了 所以咱们姑且就相信吧 后面呢 他又强调 之前网上闺蜜的爆料是假的 自己已经报警 这里又有网友提出 优米的报警回函是假的 拿出了何炯的回纸作为对比 说没有单号 而且零这个数字的字体不对 对此我查了一下 发现各地警局的回函不一样 我个人认为呢 公文造假可是违法的 为了澄清 适得新闻而违法 应该不至于 最后优米说到朋友 劝他不要回应 嗯 妹妹 好好想想朋友 为啥劝你不要回应哈 还推测 李静蕾可能已经布下天罗地网 等他这个蠢货回应 嗯 总算说对一件事了 随后呢 黑人陈建筑点赞了优米的微博 冲上热搜 又火速出来澄清 我没有按赞哦 傻眼猫咪 不出一个小时 李静蕾火速回复了 指出2012年 王力宏和他坦白过 和优米是 引号朋友 看优米提供的截图呢 他俩也不像是正式交往 自己2013年大部分时间 都和王力宏在一起 已经决定结婚 他俩才是正式交往 并搜上了2015年 优米在WhatsApp上 联系王力宏的图片 搭配火热头像 并说到 你俩是互缠微信了呀 因为后面都使用WhatsApp了嘛 补充一个知识 优米和何佑军 2014年开始恋爱 2015年12月分手 发完针对优米的回应 李静蕾说自己要去睡了 不知是否是读到这一句啊 第二难过的一天 是2013年的春晚嘛 我的两难 如果反驳这么多不识指控 会对我三个孩子的妈妈不好 我不想伤害他 然后反手一个西村美智子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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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西村的村还打错了 上期视频咱们也提过啊 李静蕾曾经的法定名为 西村美智子 跟王力宏官宣的时候呢 就变成李静蕾 也提到了呢 网友用他的日文名 在各大系统找不到这个人 但在旁边的大学找到了 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当年有网友指出啊 王将他送去各大 继续教育学院杜金 还给他改了个 真正在各大读博的 女生的中文名来混淆试听 刚刚结婚官宣的时候 有大量的新闻报道 李静蕾有摩根大通 雅士兰黛的工作经验 其实都是将 另一位各大女生的履历 跟他混淆了 各大女生亲自出来回应 后来天涯开拔李静蕾 质疑其学历造假 有一位各大校友看不下去了 出来发帖 说是网友呢 在领英上面搜索 李信的哥伦比亚大学女学生 若认为哥大的女学霸 Sherly Lee就是李静蕾 后这个事件 又被媒体沿用拿去报道 而王力宏又不出来澄清 导致出现了履历造假的说法 而这位哥大的网友 当时查了哥大的邮件系统 发现是有西村美之子 这个学生的 这里的TC呢 指的就是 Teachers College教育学院 毕业后呢 也能在校友录中查到 改名为王静蕾的李静蕾 没错 随复姓了 李静蕾改姓王 在天涯查也有佐证 想当年 他可真是彻底的失去自我了呀 这次这位校友再次发文 替李静蕾证实 各大校友的身份 并且提到李静蕾 带来各大前上的 Yashiva 也不是网友说的野纪学校 很多纽约商界大佬 医生律师都毕业于此 随后他提到 当年在微博上发完成亲帖 第二天电话就被记者打爆 他问记者 为什么要扯到李静蕾 是商学院的 对方回答说 是艺人经纪人放出来的 好 咱们回到王力宏的博文啊 他说两人在2003年 他的演唱会现场认识 后来10年没有联系 还找到了2011年 他们邮箱的第一个对话记录 他称呼我为陌生人 我对他说永远没见 嗯 咱们来看看丽红的配图 可以看出是丽红 先给李静蕾发的信息 然后说自己在刷脸书 看到对方在纽约 随后呢 王力宏用了跟爸爸一样的说辞 多年婚姻都活在 恐惧勒索威胁之下 嗯嗯 来跟我重复一遍 我恐惧 我害怕 但我积极帮应 然后还说李静蕾 怀孕之后来找他说的原话是 如果今天不跟我结婚 我会消失 改名 肚子里的孩子你一辈子都见不到 你别想找我 他又提到当时自己很害怕 当天坐在纽约市登记结婚 又提到他们的婚姻不断有问题 总共看了五位心理医生 一直没有办法真正的好转 李静蕾也不是一毛钱不要的形象 一开始要两亿 后来签订了1.5亿 包括洛杉矶房子的一半 投资股票的一半 每个月21万生活费 保姆司机专车用人 还有免费住台北的房子到18年 自己还贴出了李静蕾分钱的证据 没想到露了马脚 在美国离婚 两人共有的财产通常对半分 咱们来看看 李虹贴出的文件 parties on real property parties 负数 说明是两人共有 joint account是联名账户的意思 在美国结婚的夫妇 一般都会开这样一个 夫妻共有账户 咱就是说 李虹贴这两张图 纯属是自己打自己的把子了 一顿拿钱说事后呢 他来了一句 不过钱真的不是重点 我是你个拐 然后他又来一句 我必须利用这唯一一个 目前可以跟静蕾说到话的方式 咋啦 这个信息是鬼发的呀 再不济你不还有他邮箱吗 还想着维系人设呢 你那些小脑瓜 就别跟我们这些智慧网友较劲了 咱们再来看啊 所有的事情请针对我 他现在可不就是只针对你吗 网络真的是一个反走过 并留下痕迹的事件 拜托拜托 不要再让这些记录 让我们三个小孩面对更多的不堪 潜台词 要求啊 别催了别催了 我都没脸见人了 然后呢 他给公众道歉 给被牵扯的朋友道歉 给王爸爸王妈妈道歉 就是没给李静蕾道歉 最后倒是说了句大实话 我的文笔没有静蕾好 还放话要一一回应 不时的指控 嗯加油 我们等你哦 对王力宏这一波回应 网友表示 万万没想到 两个小时后 你的蕾子突然出现 干你不是睡了吗 那又是超贴心的 分好段的依依回应 一 你没有对我们婚姻不忠 期待依依回复哦 二 2003年认识 后来十年没联络 可能你有太多朋友 记性不好 那次以后我们也一起 由车和到桃园 到你的唱片公司 同事家里吃饭 被拍到的妇产科 做脸 一起吃寿司 东京涮涮锅 米罕涮涮锅 网纳维修看电影 还有你跟另一个前女 还在一起的时候 半夜两个点约炮 和路找我聊得早 三 赡养费 一毛没要 口号图一 口号完毕 我这个不专业 翻译给大家翻译一下 妻子现在即永远 免除放弃 释放丈夫 支付妻子 临时的 持续的 或永久的 赡养费的义务 敬磊啊 你这咋牵得下去啊 这要放八点档 我都查件事了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有眼看吗 接着李敬磊也提到 他跟王立宏分的 明明是共同财产 还说王立宏 确实要给生活费 和教育费 孩子也不是李敬磊 一个人的啊 你给这个 难道不是应该的 四 提到他俩确实 见了心理医生 但医生诊断 李敬磊长期遭受 精神虐待和情感操控 并说王立宏 有性成瘾和自恋型人格 他一直在跟亲友 造谣李敬磊有精神问题 李敬磊跟提到 王立宏说的 五位心理咨询师 那是因为王立宏 一直想找到一个 认可李敬磊 是疯子的咨询师 所以一直在换 总结一下 李敬用了三天的时间 实现了 第一个血 双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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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 最新消息 今天中午 王立宏恋怂恋了 这就大结局了 上一回看到这种 就能看到残影的拳法 还是上一位李敬 那咱就祝福两位李敬 都有大好前程吧 网络一线签相逢 祭世源 给个赛链 支持一下